天道运而无所积 故万物成 地道运而无所积 故天下归 圣道运而无所积 故海内福 明于天 通于圣 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 其自为也 魅然无不敬者以 圣人之敬也 非曰敬也善 故敬也 万物无足以挠心者 故敬也 水净则明竹虚美 平中准 大将取法焉 水净游明 而况精神 圣人之心净乎 天地之见也 万物之敬也 夫须敬田但 寂莫无为者 天地之平而道德之志 故帝王圣人修焉 修则虚 虚则实 实则轮椅 虚则静 静则动 动 动 则得以 静则无为 无为也则认识者则以 无为则予予 予予者忧患不能处 年寿常以 夫须敬田但寂莫无为者 万物之本也 名词以南乡 摇之为君也 名词以北面 顺之为臣也 以此处上 帝王天子之德也 以此处下 玄圣肃王之道也 以此退居而 咸游江海 山林之士福 以此尽为而俯事 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 敬而胜 动而亡 无为也而尊 朴肃而天下 莫能与之争美 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 此之位大本大宗 与天何者也 所以君调天下 与人 何者也 与人何者 为之人乐 与天何者 为之天乐 庄子曰 无师乎 无师乎 积万物而不为利 则积万事而不为人 常于上古而不为寿 负在天地 克雕众行而不为巧 此之位天乐 顾曰 知天乐者 其生也天行 其死也物化 敬而与因同德 动而与阳同波 顾知天乐者 无天愿 无人非 无物累 无鬼则 顾曰 其动也天 其敬也地 一心定而亡天下 其鬼不遂 其魂不疲 一心定而万物浮 言以虚境推于天地 通于万物 此之位 天乐 天乐者 圣人之心 以处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 以天地为宗 以道德为主 以无为为常 无为也 则用天下而有余 有为也 则为天下用而不足 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 上无为也 下亿无为也 是下与上同德 下与上同德则不成 下有为也 上亿有为也 是上与下同道 上与下同道则不主 上必无为而用天下 下必有为为天下用 此不义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 知虽落天地 不自律也 便虽雕万物 不自说也 能虽穷海内 不自为也 天不产而万物化 地不长而万物欲 帝王无为而天下公 故曰莫神于天 莫父于帝 莫大于帝王 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此成天地持万物 而用人群之道也 本在于上 莫在于下 要在于主 降在于臣 三君五兵之运 得之莫也 赏罚利害 五行之辟 教之莫也 礼法度数 行明彼祥 智之莫也 中古之音 羽毛之荣 乐之莫也 哭泣衰叠 龙沙之福 哀之莫也 此五莫者 虚精神之运 心术之洞 然后从之者也 莫学者 古人有之 而非所 以先也 君仙儿陈从 父仙儿子从 凶仙儿帝从 长仙儿少从 男仙儿女从 夫仙儿父从 夫尊卑先后 天地之行也 故圣人取向焉 天尊地卑 神明之位也 春夏先 秋冬后 四时之序也 万物化作 蒙驱有状 圣衰之沙 变化之流也 夫天地之神 而有尊卑先后之序 而旷人道呼 宗庙上钦 朝廷上尊 相党上使 行事上贤 大道之序也 与道而非其序者 非其道也 与道而非其道者 安取道 是故古之名大道者 先明天而道德赐之 道德以 明儿仁义赐之 仁义以明儿分手赐之 分手以明儿行明赐之 行明以明儿依刃赐之 依刃以明儿元省赐之 元省以明儿是非赐之 是非以明儿赏罚赐之 赏罚以明儿于之处夷 贵见屡位 人贤不孝习情 必分其能 必由其名 以此世上 以此处下 以此置物 以此修身 知谋不用 必归其天 此之谓太平 智之至也 故书曰 有行有明 行明者 古人有知 而非所以先也 古之与大道者 五便而行明可举 九便而赏罚可言也 咒而与行明 不 知其本也 咒而与赏罚 不知其时也 道道而言 武道而说者 人之所至也 安能至人 咒而与行明赏罚 此有知智之据 非知智之道 可用于天下 不足以用天下 此之谓便是 一曲之人也 离法数度 行明彼祥 古人有之 此下之所以是上 非上之所以处下也 悉者顺问于 遥曰 天王之用心何如 遥曰 无不熬无告 不费穷民 苦死者 家如子而哀妇人 此无所以用心已 顺曰 美则美矣 而为大也 遥曰 然则何如 顺曰 天德而出宁 日月照而四时行 若昼夜之有经 云行而语诗已 遥曰 娇娇扰扰呼 子 天之何也 我 人之何也 夫天地者 古之所大也 而皇帝遥顺之所共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 西未哉 天地而已已 孔子西藏疏于周氏 子禄谋曰 游文周之旨藏食有老丹者 免而归居 夫子欲藏书 则是网因焉 孔子网见老丹 而老丹不许 于是翻十二经已说 老丹中其说 曰 大曼 愿闻其要 孔子曰 要再仁义 老丹曰 请 问 仁义 仁之性也 孔子曰 然 君子不仁则不成 不义则不生 仁义 真仁之性也 又将惜为矣 老丹曰 请问 何谓仁义 孔子曰 忠心勿凯 兼爱无私 此仁义之情也 老丹曰 义 几乎厚言 夫兼爱 不亦于乎 无私焉 乃思也 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师其目乎 则天地固有长矣 日月固有明矣 星辰固有列矣 琴寿固有群矣 树木固有利矣 夫子亦放得而行 寻道而驱 以至矣 又何节节乎皆仁异 夫子乱人之性也 双隐号 事成起见老子而问曰 无闻夫子圣人也 无故不辞远道而来愿见 百设重简而不敢惜 今无官子 非圣人也 赎攘而于书 而气媚之者 不仁也 生熟不尽于钱 而鸡脸无涯 老子默然不应 事成起明日复见 曰 昔者无有赐于子 今无心正确已 何故也 老子曰 夫巧之神圣之人 无字以为拖延 昔者子呼我牛也 而为之牛 呼我马也 而为之马 狗有其时 人与之名而服寿 再寿其秧 无福也横扶 无非以福有福 事成起宴行碧影 屡行遂静而问 修身若何 老子曰 而荣耀人 而目冲人 而嗓魁人 而口看人 而壮义人 似系马而直也 动而迟 发也机 查而审 知巧而 于泰 凡以为不信 边境有人焉 其名为妾 夫子曰 夫道 于大不忠 于小不宜 故万物被 广广呼其无不容也 冤呼其不可测也 行得人意 神之莫也 非智人熟能定之 夫智人有事 不亦大呼 而不足以为之类 天下愤病而不予之邪 神乎无假而不予立迁 即物之真 能守其本 故外 天地 一万物 而神未尝有所困也 通呼道 何呼德 退人意 宾礼乐 至人之心有所定义 是之所贵道者书也 书不过于 于有贵也 与之所贵者义也 亦有所随 亦之所随者 不可言传也 而是因贵言传书 是虽贵之 我由不足贵也 为其贵非其贵也 故事而可见者 行与色也 听而可闻者 名与生也 悲夫 世人以行色名声为足以得比之情 夫行色名声果不足以得比之情 则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而是岂时之哉 桓公读书于堂上 轮 贬轮于堂下 是追早而上 问桓公约 敢问 公之所读者何言也 公约 圣人之言也 约 圣人在乎 公约 以死以 约 然则君之所读者 古人之遭破已夫 桓公约 寡人读书 伦人安得一呼 有说则可 无说则死 伦扁约 臣也以臣之事观之 着伦 徐则甘而不可 急则苦而不入 不徐不急 得之于守而应于心 口不能言 有数存焉于其间 臣不能以御臣之子 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 是以行年七十而老着伦 古之 人与其不可传也死已 然则君之所读者 古人之遭破已夫 双隐号 挤毛 挤毛 挤毛